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漂亮姐姐CC 然后今天呢 我做一个up组 然后采访一下我们 央视最美女记者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最美 其实她心里就是这么想 不要乱说实话 我们现在在淋水 然后昨天开车到这边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我家有那个 就黄斗工的 一点都不懂 我们现在这个酒店 你看看了吧 我们边化妆边聊 好的 再一样是工作适应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问题就太大了 我先吐槽一个吧 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问我 你工作每天几点钟上班 几点钟下班 记者行业 他是一个不做班的这样一个职业 所以他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 所以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有工作了 可能就没日没夜要赶在最快的时候 把这个事件采访 然后播出去 就是播出去 其实大部分的记者在面对镜头的时候都是没有化过妆的 也没有时间关注到自己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新闻的本身 要把这个工作要完成好 这样一个状况是记者的一个工作常态 所以现在的这个度假的状态让我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这个因为因为你也经常熬夜嘛 出差啊 去到那种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 那你就有一种这个护肤或者养生是怎么看的 其实现在熬夜已经成了一个常态 我觉得就是因为晚上是随机的时间 大家都会有熬夜的这样一个习惯 很不仅是职业所获 首先在混肤这一块尽量挤出时间 让皮肤多补水啊 要让它保持冰水分 然后就喝水 我觉得喝水其实很重要 只要是我在熬夜工作 我就一直在多喝水 但是喝水的代价就是你第二天会脸肿 再那个我会补充维生素 然后再有我也会在吃的方面 除了嘴馋之外 我尽量去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 比如说多吃点鱼肉 多吃点虾 多点牛奶 咖啡是戒不了 但是我也在喝拿铁嘛 其实还是我觉得多喝点 多补充点蛋白质 其实对于女生皮肤也是我考出的 那你对于这个爱情 咱俩这么熟了 你还至于我们俩十年了 我是帮大家问的 姐姐今年21 然后我是大概是8岁的时候认识她的 对 然后 那你对爱情爱情的看法 去做一个小男生去追你 他 别走 你是小男生吧 小女生也行 什么 哈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认同彼此的价值观 我是看有没有共同话题吧 共同语言 那是想跟吴亦凡结婚 还是想跟吴亦凡恋爱 想先认识吴亦凡吧 先认识一下 想跟王嘉尔一起开广告 我祝你今年能接到跟王嘉尔广告 然后你就说我免费跟他拍 我不免费 为啥要免费 你不是喜欢他吗 那也不免费 我可能这边脸已经晒黑了 要不咱俩换个地儿 我也现在这边有点热 咔 挺冷吗 你只要我现在有多热吗 你睫毛好纯了 睫毛继续 很难搞 哎呀我这睫毛真烦 好烦啊 每次都又夹又弄的 真烦 都想多买一点那种纤长睫毛刀 都买不了 太长了 刷完像马眼睛 他有拜托 有一个最特别的点 就是我在他家睡着 麦的一个床 那是要像死了一样 连呼吸声都没有 你怎么有拿手摸一下 我的鼻子 还是不是 就很想那样 但是你知道他没死 然后他又一点 呼吸声都没有的时候 当你还没有睡着 你就会觉得 你呼吸都是错的 你就会打扰到他 看你就不用怕门 我就不要怕门 因为睫毛太好了 我都说像麦尔 那种纹毛成续 然后就会觉得 刮都来不及了 2,000年后 已经进入到了自拍模式 对 已经进入到了自拍模式 所以今天的内容呢 基本上就这些了 就像阿姨在打扫 如果你们喜欢这台视频的话呢 就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顺床加关注 还喜欢这位小姐姐 想要关注她的话 可以去路过上 关注汤 汤天琪小姐姐 然后屏幕提打成爱 其实我们后来已经 现在已经不在一个城市了 然后我也可以跟她点线 她本来说她在北京 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然后我就想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有看她住了 然后没想到后来有点 就此就不怎么跟我联系了 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然后这酒店一天积分换了 然后也换起来 就这么联系 我啥时候就双方有积分的时候 什么时候见一见 有积分的时候才 对才可以出来见 才是好朋友 对 没有积分没有好朋友 其实我觉得当旅行工作也挺好的 对 这也是说我的梦想 没说每天 我突然就从来都离开过去 我现在一年愿望 我希望自己 虽然三十家嘛 刚刚好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更多的收获吧 我觉得每一年有不一样的经历 也比较重要 对 然后能多去唐州 蹭一蹭四季的家住一下 对 然后让她多请我吃几顿料理 玩食料理 毕加利餐 法餐 都可以 我不挑食主要是 我真是挣大钱 那西湖姐姐给你买个房子 好的 好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开开心心吧 2021年 不管有没有收获 只要每天都开心快乐 那 就这一年就没办法 等我发誓的时候 相信2021年 快乐 对 就挺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